同學們好,來看一下中興大學的研究所考題 上面這個問題,我可以用本路離方程式的解題概念來解看看 本路離方程式它的標準形式先整理出來 原式調整一下 調整的過程之後,我就先除以2x 第一項就會是y的微分 把這個y移到左邊來寫 但是要除以2x 然後右邊留下這一項 這一項也除以2x 各位同學,我們寫出這樣的一個形態的微分方程式之後 再去跟我們學過的Belloni方程式的標準形態做比較 發現它確實是Belloni方程式 Belloni方程式的標準解法是 先想辦法把等號右邊變成跟自變數有關 要變成跟自變數有關 那就再除以y等5次方 每一項都除以y等5次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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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借助這個變數 借助這個變數變換的概念 把它變成u的1次方 u是x的函數 這種假設可以同步調整前面相關的相似 就是y等5次方 解釋一下 u就是y除以y的5次方 那就是y的-4次方 那u來微分呢 u微分 那就是y的-4次方 要對x微分 但是我們要用遠函數微分法折 先對y微分 再y對x微分 然後這個微分過程 不是回到前面來 那原來翅膀-1變負翅膀 再乘上y的微分 各位學會有看到y的5次方 分之1的形態在這裡 只是多一個-4而已 把那個-4除到左邊來 變成-4除過來-1乘上u的微分 就這個概念 把這個概念完成之後 它就是一些線性微分方程式的標準形式 那我順便給它乘上-4 那我順便給它乘上-4 乘上-4 第一項就留下u對x的微分 第二項是加上x分之-2 再乘上u 等於右邊也是一樣 要乘上-4 乘上-5x平方 因為這是一階線性微分方程式的標準形式 我要想辦法讓左邊的兩項相交 變成一整項微分的概念 我先用一下 乘上一個函數f 乘上f之後 還會做一點適當的安排 安排誰呢 因為這個有一個微分u 如果還有一個能夠微分f 就太棒了 就把u的前面安排讓它是f的微分 這樣安排方式 就會形成一個為前面的f 以後面的u 可以變成一整項的微分 等於右邊的-20f 再乘上x的平方 各位同學來算一下f 我看不太出來 就慢慢算 f的微分 考慮它是負的x分之2f 我把f相關的放同一邊 x相關的也放另外一邊 然後積分它 對x的微分 對x的極分抵消掉了 左半邊就是nature log f 右半邊呢 -2倍的nature log x 再把-2帶到裡面 x的-2四方去nature log 所以f的話就是x的-2四方 或寫成x平方分之1也可以 各位同學 我把f算出來囉 現在積分它 積分可以抵消微分 然後f可以把它帶回來 f的話是x平方分之1 好 最後一步了 對x的微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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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x的微分抵消掉 然後f可以把它帶回來 f的話是x平方分之1 好 那u呢 u呢 u是y的四次方分之1 那積分呢 各種學生的積分 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容易 好 負的20乘上f f的話是x平方分之1 再乘上x平方 好 積分它 那x平方就抵消掉啦 所以這個是剩下 負的20要有積分 那就負的20x 就旁邊稍微算一下 這邊應該負的20x 再加上的積分長數c 是這個問題最後的答案 這個答案稱作general solution 最後把它翻成通解 好 以上請同學們參考 謝謝大家